要就一人出一半 不然继续维持性关系 新竹38岁张姓冰郎他老板 去年初聘29岁的王姓冰亲 当冰郎西施 两人日久生情 夸展不伦恋 去年6月 人妻生绝对不起新生 想结束这段婚外情 没想到建老板 尽社局偷拍两人性爱过程 还骗人妻 两人车证招人偷拍 被勒索30万元 已被他花钱赎回 要就一人出一半 不然继续维持性关系 人妻贵求原谅 建老板既威胁如果不从 要跟人妻老公告知 被偷拍的事 人妻担心婚外情曝光 被迫沦为性儒 每周遭罗礼仪次 最后人妻忍无可忍 情绪崩溃 暴行胆人 新竹递检昨天一 妨碍秘密 恐吓及强制性交罪 起诉证明建老板 多新闻中好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